大家午安 大家好 看到大家先是一鞠躬 和由于之前连续避开 政大台大邀约 如今终于跟年轻人面对面 现场开支票 未来当选总统 台中火力发电厂不会演绎 但座谈会时间关系 只回答三个问题 现场还来了位神秘嘉宾 台中市老市长胡志强 现身打气 侯友宜要恶补的 除了年轻选票 还有跟地方派系的疏离 到中台湾拜访阎家 都无法见到大当家 阎清彪 南下三度邀请 且立法院长王金平 担任竞选总部主委 被第三度婉拒 都成为侯友宜的危机 民调专家永英龙警告 半年跌掉20%的支持度 是总统大选史上首见 短短半年 这个流失20个百分点 总统选举史上 从来没发生过的 一下就被吹鼓拉朽 那这个 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半个月掉六七趴 你有几个六七趴可以掉 已经快到个位数了 根据美丽岛民调 去年12月 侯友支持度39.9% 五月下旬剩下百分之十八点三 沦为第三 游盈龙拿宋土瑜当例子 2000年总统大选 他饱受新票案打击 都还能挺在第二名 要都是给我们一种参考 也是一种奇眠 不管好坏 我们都要面对以外 更重要都要兼顾自己的脚步 民众冷感 内部各种裂痕 加上如何安抚郭台铭 都让侯友宜的难题 一波接一波 就是牛铅债